挺嚇到 因為我工作十幾年來的時候 我從來沒有見過 我們的貨家是被搶空的 店裡面的主管她說 怎麼辦啊 我都沒米啦 客人來都買不到啦 你要做你的 做你的 讓我帶來孩子 我自己過我自己的 我滿緊張的 口角非常短 溫度乾工廠 就沒給我泊在那邊 全然就了 疫情開始發生了 CEO Tina 第一件事就是想 如何保護自己的員工 CEO提及就說 我們要去找足夠的口罩 保護員工 我以前只是做食品 和部分非食品的進口 口罩完全是一個 很新的一個系列 對我們了 什麼叫合資格 醫用和非醫用的分別 如何認證它 是一個好的口罩工廠 要很短時間去認識 我和我的團隊 花了很多時間去看 唯一一個資源就是慶祝中國 中國一開始疫情 也都遇上口罩非常短缺 所以當時我們第一波 開始找的時候 就發覺其實很難 你首先找到你想要的 這間工廠 真的是認證資格 然後你就要去知道 究竟有沒有 這個製造型 給你 你要盡快去保護 因為其實很多國家 都要在那時刻 都要在那時刻 那時最惡劣的時候 是試過凌晨兩三天 去因為找到一間工廠 最後製造型被人搶了 我又要重新去找一間新的工廠 從它確認 它的資格 是否真的好的質素 即時再去保護我們的數量 所以當時日和夜都會有很多遲些狀況 要跟時間競賽 要跟其他人競賽 所以相對來說壓力很大 到星期六、星期日 管理都會去開會 所以大家都會放棄了自己休息的時間 第一階段 其實我們保護員工的口罩 大部分都是用來空運過來的 所以當時成本很貴 在疫情之下 海運都會受到一定的影響 所以當時我們要盡快去保護員工 唯有先 當整個團隊 找足夠的口罩給員工的時候 我跟CEO說 希望找足夠的口罩 去照顧全個加拿大人 這就是他們給了這個目標 這個目標很艱難 但是我和我的團隊都做到 那時候家裡有老人家病了 都要在醫院幾個禮拜 其實有一段時間 又要找口罩 又要在醫院 跟我太太輪流去 over night 照顧老人家 這段時間 其實真的沒什麼休息 大東海第一間加拿大的超市 要求所有員工戴上口罩 我們在第一時間 其實是給員工又配發口罩 以前是以8小時搬支的話 我們是配發兩個口罩 疫情 那個新聞一出來之後 發現搶米這個事情 幾乎是一夜時間 基本上各種米就會搶完 挺嚇到 因為我工作十幾年來的時候 我從來沒有見過 我們的貨架是被搶空的 有一次我們放出去 100多包米 不到半個小時 這基本上就被客人全部拿空 因為我們第一時間 也是跟商品播有緊密的一個沟通 因為我們第一時間 包括我們的貝爾採購的JOYS 來確保我們後續有足夠的米可以供應 來確保我們後續有足夠的米可以供應 店裡面的主管他跟我聯絡的時候 他們就想說怎麼辦啊 我都沒米啦 客人來都買不到啦 客人來都買不到啦 這麼多米都空車 三月份剛開始的時候 三月份剛開始的時候 就是每個禮拜五 我們貝爾都會到不同的分店去 親自在現場看到 在一二月的時候看到亞洲的疫情這樣子 我們跟DI Team的Bio Communication 也是很頻繁 因為他們很注重亞洲的疫情 所以讓我提醒了我 就是提早可以準備 因為亞洲的米我完全沒有辦法掌握 我可能要提早跟美國的米廠預定一些 所以那時候其實我被煮了 是比平常可能多兩三個月的order 所以後來真的沒想到三月份就真的用到了 可是那時候我每天還觀察新聞 我還很害怕美國的貨車會不會不能開過來 那我訂了也沒有用 就是會一直打電話問供應商啊 我給你的訂單是不是可以爐氣到啊 然後另外就是Local有一些米的supplier 我就會說你現在手上有什麼米啊 那有的話我就是會把它盡量全部都拉到我們倉啊 以前每天來我們就是每天就是看自己有沒有米到budget 但是那一段期間就是在看自己的庫存 那自己應該去哪裡搶貨 那分店需要怎麼配合 而且是在市場上拿到最合理的價格 我做米啊麵的category buyer大概有五年了 那其實這一次是真的感覺很不一樣 就是有一點點社會責任的感覺 很多人是沒有工作的 所以那時候我就會覺得我應該要怎麼樣做 才可以幫我們TNT的客人拿到當時最合理價格的米 三月份的時候 我相信TNT在BC AB省的價格是最合理的 那因為我們現在都是要緊急的把貨送到店裡面 你們都可以跟我聯絡 希望能分我們一版或者到兩版的米 他們跟我聯絡 我就會比較理解每一個店不同的狀況 然後跟貨倉怎麼聯繫 最迅速地運到店裡面去 我認為以前是多了很多 米也特別多 我們工作平均都要4T大概兩個小時 人手都要相對少了 我們3至4月的時候是最難找到人的 所以我們晚上都會很夜收工 我們的Picker一晚的工作量大概都要800多個個個案 所以他們每一箱貨都有48多 而且是很長的 他們比平時舒服很多 我們自己的倉庫是足夠的米 但店裡面都會很缺貨 但我也有通知朋友都說不用擔心 大同華很多米 後續來給足夠的貨員給店裡 我那時候BC省的案例也是蠻嚇人的 因為我一直在大同華這個環境上班 其實是每天要接觸很多很多的人 然後那時候而且還沒有 BC省是沒有強制戴這個口罩 我的小孩子只有一個2歲一個5歲 好漂亮喔 像這個啊 放Spring Break的時候就剛好疫情就開始了 所以就變成照顧妹妹 然後再照顧哥哥 然後一直到現在 一個不小心 他感到病了之後 然後傳染給孩子 或者是孩子沒有辦法得到照顧 我們沒有任何的親戚在這裡 我是很怕的 我老實講 我只有勸過說叫他辭職的 他是符合條件可以就是回家來 然後拿那個政府給的補助金 我始終還是要工作 因為不管是這個團隊也好 還是我本身我自己也好 我覺得我不能在這個時候離開 如果我們被傳到的話 那我們這個家肯定也就毀了 我能理解他本身是對孩子的一個擔心 所以那時候為了這個事情 我們也吵過 那我太太就說是 但凡孩子如果出現任何問題 其實這個家就沒了 這個家沒了 這個我們倆也是走不下去了 其實 因為我 其實對我來說 這個無形象其實增加了也蠻多這個壓力 他說如果你堅持的話 那我們就只能分開這樣子 他一定是要保護好孩子 真的說是提心吊膽這樣子去生活 他寧願就說是 你要做你做你的 讓我帶著孩子 我自己顧我自己 所以我這個話題我是不敢不敢說 因為我從來沒有結合他們 我照顧不好他們 所以我蠻 我蠻緊張 他們就是 但凡他們有磕磕碰碰 或者他們 有受傷 哪怕一個感冒 其實我都有點緊張 小心 我覺得他們真的太想了 我當時也不知道該 怎麼去面對這個事情 我其實也花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去想 去分析 到最終我還是決定跟店長講 我說我真的是堅持不下去 我想辭職 我考慮到他有沒有辦法兩遍兼顧 那你比如說早上早點來 那小孩可能還在家裡面 小孩 他才堅持一下 然後這件事情安排好 下面你們的屁們回來了 你就可以回去照顧家庭 大家已經很照顧我了 禮拜五 禮拜六 晚上我會值班 這樣已經幫了我們家很多了 然後就支持他的 他每天回來的時候 我都覺得 回來了 我跟他說我會盡量做好保護措施 然後避免帶病毒回家 或者傳染給他 或者孩子們 他回家 我都站在這個車庫門口等他 然後等他一樣樣東西遞給我 我全部都會拿那個酒精紙給他消毒 然後連他的鞋底我都會噴 然後噴完那個殺菌 專門那種fabric殺菌 他有一個類似就是回到家以後怎麼樣消毒 然後他完完整整把他的消毒來 幫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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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目前為止 我一直就是這樣子工作狀態 來兼顧兩邊照顧家裡的 快點 謝謝